对于点支式木墙的玻璃面板 由于其所承载的风荷载 重力荷载和地震作用 都是通过面玻璃的开孔传递出去的 因此玻璃开孔处的硬力是最大的 并且由于开孔处存在部分裂纹圆 开孔会造成玻璃开孔处强度大大降低 这也正是工程中处玻璃自爆和外力撞击外 玻璃最易出现破坏的位置 因此降低玻璃开孔处的硬力 是搏接键选行应注意的关键 降低玻璃开孔处硬力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 加大搏接爪的规格 即加大玻璃孔到边的距离 可以提高孔边缘强度 横安有各种规格大小不同的搏接爪 可根据需要选用 如200 220 250 300 4025 3060等 二 采用对心结构搏接头 传统搏接头由于结构限制 搏接头转动中心与玻璃厚度中心不一致 球头的支撑力和玻璃重力产生的力矩 以反作用力的方式施加到玻璃孔上 造成孔周围硬力加大 采用横安对心结构搏接头 即搏接头转动中心与玻璃厚度中心一致 球头支撑与玻璃重力在同一条线上 不产生附加力矩 不加大开孔硬力 另外 玻璃受贺载后沿中性层变形 对心结构有利于玻璃变形 三 选用小开孔直径搏接头 玻璃开孔直径越小 玻璃孔边缘强度越好 孔周围硬力越少 经有线源计算和试验都证明 玻璃开孔直径从35到30再到25 孔周围硬力下降15%至25% 因此 在选用搏接头时 应尽可能选取较小开孔直径 四 搏接头选用轴承球角结构 点知识木墙玻璃是依据大脑度变形理论计算的 搏接头采用球角结构 让球头随玻璃变形而转动 使玻璃自动变形 因此 目前搏接头基本上都采用角接结构 但是常见的角接结构 是在角接球头后 点较厚的橡胶 以降低加工难度 但是橡胶经长时间使用老化后会产生很大间隙 使玻璃受力不良 造成破损 因此 角接采用轴承结构 保证球角的永久安全 五 对于弧形木墙和折线木墙 以采用大偏转角搏接头 一 搏接头必须满足正负五度偏转角 玻璃木墙工程技术规范 JGJ102-2003中815第三条规定介绍 点支撑玻璃木墙的挠度限值 以按其支撑点长边边长的六十分之一采用 如图所示 玻璃的变形可以近似为弧形 即 拨接头 为适应玻璃变形 要有正负三点七八度的偏转角 才能满足玻璃变形的要求 再加上现场施工时 拨接爪根部底座有一定方向的角度偏差 因此在选择平面玻璃木墙用拨接头 拨接头应满足正负五度的偏转角 二 当玻璃木墙或玻璃采光顶 相邻两块玻璃不在同一平面时 即 折线形 弧形 球形 圆锥形玻璃木墙 关光电梯或采光点 在选择拨接头时 除拨接头满足玻璃变形的需要外 还要满足玻璃间夹角的要求 如图所示 因此 拨接头的偏转角应满足正负二分之α加五度的要求 大拨接头的偏转角度最大可达到正负二十度 实现对玻璃夹角的补偿 六 六点支撑玻璃中间点搏接头专用结构 点式木墙玻璃采用的是玻璃的大脑度理论 玻璃允许产生较大变形 对于四点支撑结构玻璃的变形如图一 六点支撑结构玻璃变形如图二 收贺在后 六点支撑玻璃中间位移彻底收到限制 中间支撑点玻璃不能产生自由变形 该处玻璃硬移最大 中间搏接头基本上不能产生偏转 如果中间支撑点搏接点允许产生一定的变形 即不使玻璃变形超过允许之 又使玻璃中间产生一定的位移 使玻璃中间点应力大幅度降低 正是基于此原理 针对中控玻璃和单片玻璃分别研制出 点支撑玻璃中间支撑专用弹性搏接头 七奉用点湿木墙 搏接配件可分为奉用玻璃家具和奉用搏接头两种 一奉用玻璃家具 奉用玻璃家具对各种支撑结构都可适用 有钢结构支撑用家具如MG-CJ系列 FG-CJ系列 有拉杆和拉索支撑结构家具如BHG-CJ系列 有内博接件支撑如G-LG系列 家具外形也多种多样 圆形 方形 巨形 梅花形 也可根据用户的需要做成有象征意义的各种形式 传统的玻璃家具 无论外形是巨形 梅花形 方形 圆形等 受到风和在后 玻璃四角 嵌在家具中 玻璃其他部位因没有支撑产生大的变形 玻璃四角会出现大的硬力集中点 为降低硬力 只好加大玻璃厚度 这会造成工程造价大增 我公司研制的球形角接家具 在玻璃四角背加持部位设置球角 球角可以随玻璃变形转动 允许玻璃随风压自由变形 并且球角结构的转动中心 基本处于玻璃厚度中心 使玻璃四角硬力很大程度降低 玻璃可以完全按 GGG102 计算玻璃跨中硬力 作为玻璃最大硬力 对于折线和双曲面目强 由于相邻玻璃间有一定的夹角 传统家具加紧后 会使玻璃产生破坏 球角家具通过调整球面 聚压盖高度 可以调整球头偏转量 使其既可吸收玻璃间夹角 同时又可让玻璃自由变形 球角高出加距尺寸 可根据下式计算 其中五度用于玻璃随风压自由变形 二分之二法 用于补偿玻璃间的夹角 二 奉用搏接头 奉用搏接头 因玻璃不用开孔 有利于提高玻璃边缘强度 同时 对于大脑度木墙 如单锁木墙 还可以解决玻璃间的相对位移 由于奉用搏接头和玻璃家具 一样会让玻璃加紫部位产生硬力 同样也可做成球角结构 搏接头在与后面搏接爪连接 通过选用大型号搏接爪 可以让玻璃的硬力和脑度大大降低 因此更适合于大板块玻璃 对于由平板玻璃形成的双曲面木墙和单曲面木墙 奉用搏接头 可以吸收相邻间夹角和玻璃随风压变形 同时玻璃上不打孔 更有利于提高玻璃边缘强度 八 单锁专用搏接头 单锁木墙分单向锁和单层锁网两种 是靠拉锁收盒在变形后 形成抛物线形状来抵抗贺载的 拉锁受贺载变形 引起长度发生较大变化 而固定在拉锁上的玻璃为翠性材料 不能发生长度变化 只能靠玻璃缝隙的变化来适应锁的变化 家具具备这一功能 而普通搏接头和搏接爪拧紧后 不能再产生相对位移 无法适应锁的变化 恒安专利单锁专用搏接头和搏接爪拧紧后 可以产生相对移动适应锁的变化 保证木墙的安全性 针对点湿木墙在设计造型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 恒安博接见有很多新结构 一 雨棚和采光顶的渗水问题 在实际工程中 雨棚和采光顶坐点湿木墙时 经常会出现沿博接头渗水的现象 为了防水 有的木墙公司已经形成一种惯例 即在搏接头外盖周围打一圈胶 这种做法既废胶又废时废工 我们先来分析渗水原因 搏接头所用的尼龙垫片 铝垫片直起隔离作用 防止金属和玻璃直接接触造成玻璃破坏 很难起密封作用 玻璃安装放平后 重力压在搏接头内盖上 让搏接头外盖和玻璃间产生嵌缝现象 引积水后产生渗漏 防渗搏接头在外侧垫片上加一个密封圈 既可实现防渗功能又省工省料 在用户订货时只需加上FS即可 二点支式木墙搏接件的隔热问题 根据节能的要求 木墙玻璃大规模使用中空玻璃 三波二中空玻璃 low一中空玻璃 相应点支木墙搏接件也做隔热处理 同时对寒冷地区金属搏接件室内表面 也会出现截路现象 更有必要采用隔热措施 孔用搏接件在玻璃上的开孔穿过 可采用专用断热搏接头 它是在搏接头外盖上加上非金属盖 形成隔热断桥结构 如T12、T13等 对于缝用搏接头 穿过玻璃缝的螺栓是热船的途径 在螺栓外端及四周采取隔热措施即可 对于缝用玻璃家具 也是在穿过玻璃的螺栓上加隔热垫形成断热结构 如型号MSWG-01S-1 FSWGS-1等 3、拉索目前拉索预应力如何测试 目前拉索预应力测试方法有三种 A、三点式测试方法 测力仪与拉索三点连接 通过测试变形力来推算锁的内力 误差较大 B、测磁通的方法 其工作原理是拉索应力越大 截面积越少 穿过的磁通量越小 但是其误差仍然较大 C、液压方法 如图所示 这就是我公司研制的新型拉索预紧测力器 它是由专用液压缸、油泵和压力表组成 使用时将该设备固定拉索预紧套管两端 油泵加压 油缸内的活塞带动拉索拉紧 并将拉力竖直以压力的形式 翻映在压力表上 在加压的同时 拧动预紧套管 达到要求的预紧力值后 卸压并撤下预紧设备 该设备轻巧 使用方便测量准确 将预紧和测力同时实现 此拉索预紧测力器 以申请国家专利 特别是在直径20甚至25以上时 拉索预紧力较大 靠拧紧调节器 张紧拉索十分困难 甚至无法实现 液压拉索预紧测力器 更具优势 对于未设置调节器的拉索 可在拉索毛具上 采用专用液压张拉仪 实现张拉和测力 四 中控玻璃和弯钢玻璃的吊挂方法 由于传统吊挂件 对玻璃产生的压力 是玻璃自重的20至30倍 必然会对中控玻璃和弯虎玻璃产生破坏 因此不适于中控玻璃和弯虎玻璃 对于中控和弯虎玻璃 应采用如图 RKLE和KLE结构 5. 类搏接木墙 类的设计应注意的问题 A. 螺栓穿过玻璃类时 螺栓和孔之间应设置衬套 并且以采用软铝 不以采用橡胶和尼龙 防止挤压造成橡胶的变形移位 和尼龙的开裂造成螺栓直接挤压玻璃 我公司提供系列化的铝套 B. 玻璃类悬挂已采用专用的角之座 不以采用吊挂木墙用吊挂件 由于吊挂件只能承受数项重力 不能承受水平推力和偏心贺载 类搏接木墙面板的重量 悬挂在玻璃类上 采用吊挂件不利于结构受力 类的上部采用角之座LJ01 下部采用角之座 LJ02 类悬挂在上部 下部采用长条孔 可以吸收类加工和安装误差 以及热胀冷缩 C. 对于较长的玻璃类 已采用分段连接 用类加板连接 如果玻璃类内侧有建筑结构梁 把类和梁连接更有利于类的受力 6. 隐形锁木墙介绍 隐形锁是单锁木墙的一个特例 拉锁放置在玻璃束缝中进行隐藏 在工程中只看到木墙玻璃和家具 增加工程的通透性和美观程度 隐形锁结构特别适合于中空玻璃 对夹胶玻璃和单片玻璃也可以实现 施工过程也比较简单 在张拉好的拉锁上固定好家具 放好玻璃后再加上家具的另外一个夹片即可 隐所木墙的家具外形 根据需要可以加工成各种形状 梅花 菱形 巨形 方形 椭圆形等 7. 其他优质产品 1. 雨蓬拉杆及雨蓬搏接件 2. 百叶配件 3. 新型点式开启窗配件 4. 铝制玻璃中空环 5. 刚购穿锁专用家具 6. 内装用搏接件 7. 扶手立柱及扶手搏接件 8. 护栏用锁具 为满足工程的多样化要求 个性化要求 还可以专门配合设计 研制专用搏接件 专用连接固定件 满足工程的特殊要求 其中代表的工程 有宜兴式百合家具 解决危害市民中心锥体木墙 三角形玻璃相拟间 不供面问题而特制的 可调类版球角